欠工來淹他吧 絕對不會 那就好了 在馬背上面 有些什麼好吃好喝的 全部拿來給我 讓我懷爆你一隻人版公公 勸給皇上 你不要猶豫了 有些什麼差池 你擔不擔得得氣 擔得不得氣 多謝 時候不早了 我們應該回去了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毛手 我叫毛腳 行了 但是我會向皇上參理一本 聖雅 多謝公公 多謝公公 師父你真是厲害 不用出拳不用出爪 雙手插袋 扣嘴就被你搞定了 你怎麼知道宮裡有3562個太監 一個矮頭裡有多少隻螞蟻 你猜是矮王矮後知道嗎 不知道吧 你怎麼知道宮裡只有356個太監 是中心短短的呢 生過356個太監出來的356個媽媽 都不知道自己的兒子是中還是奸的 師父 那怎麼知道宮裡的情況和皇上的性格呢 我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師父 那是亂亂亂亂亂亂亂 直到被我咬斷 斷了被我咬碎 碎了磨成粉 沖水 喝下倒 我問你死了 死了 不玩吧 快點好好地想想 為甚麼他們要把我們贏了消息 報給慕容家知道 難道 老爺真的被人找到慕容家裡 是也好 也要進去查一查貪 我明白的 若然不是的 我們就集中火力 找門黑組的第三行 好啊 現在我們大家睡覺 明早就去慕容府 早? 日早日白去敲門 當然等今晚靜悄悄去 但是吃完東西 就想睡覺了嗎 那我和芯蘭去 你和小小留在這裡睡 師父 你真的明白我 不過你在外面睡 小小在裡面睡 你不想進去 不行 外面有獅子 今天是佛丹 師父 你忘記了嗎 心蘭 走 走 篤主的意思 我明白了 兩位回去 當我向篤主問好 奴才一定照辦 忠兒 好好款待兩位公公 爹 這個劉奇到底有想做什麼 他說在黃山大會上破壞他計謀的三個小輩 最近要到我的慕容家找狂師鐵魚雲 要我們幫他解決他們 什麼 來這裡找鐵魚雲 他們偷了熊葉家族 新任掌門小熊葉商裡面的東西 聽說這個人的武功和文采 遠遠都不及他的叔叔老熊葉 還有人說 他就是老熊葉和大嫂師通所生 根本就是老熊葉的兒子 這樣說法也挺合理的 哼 我是不喜歡劉奇這種態度 他當我是什麼人 上次我幫他和江別鶴 加害鐵魚雲 生擒了他 我心裡已經很不舒服 這次他要我幫他對付幾個小輩 真是把我當了他的手下 爹 這件事就交給外伴了 這幾個小輩非常難對付 其中有二花公的人 二花公的碎心掌無堅不脆 萬一你碰到他們 一定要小心點 爹 我們慕容世家 機關密報 入親來都是九死一生 還心不怕他什麼碎心掌 好 那你安排一下 這幾個人 這幾天可能會回動 正而領明 好 幸好我手上有個花無缺 那些豬心豬肝已經洗乾淨了 明天一早就拿來煲湯 對了 湯要煲了一天才夠火候 聽到沒有 看著火 知道了 我來幫忙 刨湯 退去 沙湯 用這些去 好 花無緣 沒錯 在下就是花無緣 你慕容府是想查探鐵盟主的下落 敬請告知 鐵如雲又怎會在這裡 而花公的武功雖然獨佈天下 但我慕容家也不是好欺負的 好 既然是這樣 就手底見真章 少爺不用怕 你是誰 我是新來的家丁 我叫慕容范桶 少爺是曠心 我一定不會被他傷到你半斤紅毛 來者何人 保障明來 我誓死為慕容家捐軀 好 慕容家有你這麼喜歡的家丁 你要送死 我就送你上西天 碎心掌 少爺 我中了碎心掌 心跳得很快 好快 糟了 不跳 糟了 心去了哪兒 你踩住了 糟了 少爺 踩住我的心 我踩住了 少爺 你差點去哪兒 是 你差點去哪兒 是你的手去哪兒 原來怡花公的武功,也是不過如此 慕容婦這道也不過如是,有本事出手吧 少爺不用怕,你又是誰 新來的家丁,我叫慕容犯蕉 少爺你放心,我會好好保護你 不會被他傷到你半家後無 來者害人,報雙命令 剛才死的慕容凡堂,這麼像你? 沒錯,他是我哥 什麼?死了?誰殺他的? 就是他 豈有此理,我哥哥和你無仇無怨 為何你要這麼狠? 好,今天我就和我哥哥報仇,接招 一字記之弱,笨 你殺了我,我不會屈服的 是嗎? 什麼?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這一代可以說是爬松界的佛跳場 裡面有蜥蜀,有蜂蜢,有蟑螂,有幽隱 什麼都有,因為時間關係 我也在你的腳上塗了蜜糖 我相信他們會喜歡的 不要啊,下手,下手,下手 我講,我講 說了再下開 鐵魚雲就在我總赴慕容佛的墓室裡面 老實告訴你 剛才那一代,只不過是白鴿 白鴿是和平的象徵 和平是我小如兒的象徵 我不是這麼殘忍的 想不想要一隻鞋? 不過不准穿,咬著牠 走 走 怎麼樣? 要開了機關才能進去的 不要出鼓話了,不然我就殺了你 兩位,再走前就要污低身 要不然會被毒箭射中 好啊,你走給我看 你先走 馬上去吧 你先走 自然 快趕快 走 潘雲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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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